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西满伯多禄号称迪迪摩的多莫 加里勒亚加纳的纳塔纳尔 在伯德的两个儿子和其他两个门徒在一起的时候 西满伯多禄对他们说 我去打鱼 他们回答说 我们也同你一起去 他们便出去上了船 但那一夜什么也没有补到 已经到了早晨 耶稣站在岸上 门徒却没有认出他是耶稣来 于是 耶稣对他们说 孩子们 你们有鲜鱼吃吗 他们回答说 没有 耶稣向他们说 像船右边撒网 就会补到 他们便撒下网去 因为鱼太多 竟不能拉上网来 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 就对伯多禄说 是主 西满伯多禄一听说是主 他原是吃着身 就树上外衣 纵身跳入海里 其他的门徒 因离岸不远 约有二百轴 坐着小船 拖着一网鱼而来 当他们上了岸 看见放着一堆炭火 上面放着鱼和饼 耶稣对他们说 把你们刚才所打得的鱼 拿一些来 西满伯多禄便上去 把网拉上岸来 网里满了大鱼 共一百五十三条 虽然这么多 网却没有破 耶稣向他们说 你们来吃早饭吧 门徒中没有人敢问他 你是谁 因为知道是主 耶稣遂上前拿起饼来 递给他们 也同样拿起鱼来 递给他们 耶稣从死者中复活后 向门徒显现 这已是第三次 感谢天主 在今天的福音 天主透过复活的耶稣 许多爱的细节 让我们体验到 他对我们如慈父和慈母般的爱 耶稣看见门徒整夜劳苦 却一无所获 居然体贴地关心他们 问 孩子们 你们有些鱼吃吗 他不但指引他们如何撒网 让他们补到了大量的鱼货 王子也没有因此而破裂 除此之外 耶稣还亲自准备了早餐 邀请门徒来享用 这些行动都在显露出 天主温柔的爱情 他渴望喂养我们 也心疼我们饿肚子 也时时留意我们的需要 事实与智慧引导我们 是反省 今天你是否在哪里体验到 天主对你的照顾呢 你是否因为信赖天主的眷顾 而能对身边的人更慷慨呢 在我们的教会内 有一群选择过奉献生活的人 他们没有个人财产 事业和家庭 一生献身于天主 打造他的天国 在一般人眼中 看似一无所有 但实际上 他们却一无所缺 因为天主从来不会亏待 愿意跟随他的人 福音中 耶稣邀请门徒 把自己网到的鱼 拿一些来加菜 仿佛让门徒参与自己 喂养人们的工程 你是否也能够 将自己的生命交托给天主 并慷慨地把天主赐给你的恩宠 一个微笑 一点时间 一点能力 一部分的薪水 拿去照料他人 今天 世界上还有很多人 不像福音中的门徒 不认识 但他们可以从你的举动中 体验到天主 此父此母般的爱 你愿意把天主的爱 送给他们吗 请品尝圣言 孩子们 你们有鲜鱼吃吗 像船右边撒网 就会福到 也在我们生活中 活出圣言 让我们今天 对身边的某位弟兄姊妹 释出善意 或给予一个温柔的微笑 或眼神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 曾在生命中 温柔体贴地援助我 指引我 让我也向 有需要的人 敞开心胸 分享你的那份温柔 谢谢您的聆听 愿天主 向福您 平安喜乐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